6日讨论四项 审查106年度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单位议算及交通部主管交通作业基金 民航失业作业基金分议算等两案 本日会所列各项议程合并寻达 由交通部部长贺成旦及民用航空局局长林国显报告后 既有委员郑运鹏等19人提出咨询 军警部长贺成旦及相关人员分别予以答复 委员成功迫及颜宽衡所提书面咨询 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 决议一报告及寻达完毕 二 委员于咨询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 请交通部警述以书面答复 三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单位议算及交通部主管交通作业基金 民航失业作业基金分议算均处理完毕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单位议算审查结果 一 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 第138项民用航空局原列270万2千元 改列470万2千元 第三款规费收入第109项民用航空局 2498万1千元兆列 第四款财产收入第157项 民用航空局2000元兆列 第七款其他收入第154项 民用航空局69万8千元兆列 二 税出部分第14款交通部主管第二项 民用航空局3亿3116万5千元兆列 本项通过决议29项 定额委员提案两案不予处理 民航失业作业基金分议算审查结果 一 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的建设改良扩充 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 二 业务收支业务总收入 原列172亿6601万9千元 增列4亿元 改列为176亿6601万9千元 另业务外收入向下 其他业务外收入 依法分配收入预算 配合桃园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预算审查结果 随同调整 二 业务总支出 原列122亿762万9千元 共计减列2500万元 改列为121亿8262万9千元 本期剩余原列50亿5839万元 改列为54亿8339万元 三 结缴国库金额9亿8200万元 兆列 四 转投资计划5列数 五 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 原列93亿37001万1千元 简列1亿元 科目自行调整 改列为92亿37001万1千元 六 国库增波基金额5列数 七 通过决议12项 另有委员提案3不已处理 通过临时提案1项 10月27日上午 邀请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 主任委员黄黄辉列席报告业务概况 并被执询 讨论四项 审查106年度 中央政府中预算案 关于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单位预算 本日上午会议所列各项 议程合并寻答分开处理 由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黄黄辉报告后 继由委员郑保卿等15人提出执询 军警飞安会主委黄黄辉 民航局局长林国显 及相关人员分辨予以答复 委员简东明所提出面执询 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 决议一 报告及寻答完毕 二 委员咨询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 或未及答复部分 请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 紧述已出面答复 三 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单位预算处理完毕 审查结果 一 税入部分第七款 前他收入第21项 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 84000元兆列 二 税出部分第二款 行政院主管第16项 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 6074万3000元兆列 本项通过决议14项 内容委员提案18案不予处理 10月27日下午讨论4项 继续审查106年度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单位预算 通讯传播监督管理基金 及有限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基金预算等3案 决议以上3案均处理完毕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单位预算审查结果 一 税入部分 第二款罚款及配偿收入第18项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原列3050万 增列500万元 改列3550万元 第三款规费收入第13项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原列201亿3916万5000元 增列50亿元 改列251亿3916万5000元 本项通过决议两项 第四款财产收入第19项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279万3000元 增列第七款财产收入第19项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无列数 二 税数部分第二款 行政院主管第14项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原列6亿 7764000元 共计简列250万元 改列为6亿7514000元 本项通过决议27项 另有委员提案两案不予处理 通讯传播监督管理基金预算审查结果 一 业务计划 应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 随同调整 二 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 一 基金来源3亿9793万9千元兆列 二 基金用途原列3亿6346万9千元 共计简列830万元 改列为3亿5516万9千元 三 本期剩余原列3447万元 改列为4277万元 三 截缴国库列数 四 通过决议12项 另有委员提案4案不予处理 有限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基金预算审查结果 一 业务计划应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 随同调整 二 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 一 基金来源3亿6882万7千元兆列 二 基金用途原列3亿4773万7千元 简列100万元 改列为3亿4673万7千元 三 本期剩余原列2109万元 改列为2209万元 三 截缴国库列数 四 通过决议6项 另有委员提案 其案不予处理 三会宣论完毕 请问各位委员对议事录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好 议事录确定 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讨论事项的案有 好 我们现在请公共工程委员会 好 吴主任委员做报告 主席 各位委员先进 大家好 首先对主席及各位委员 以往给予本会各项业务的支持与指导 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会执掌包括公共工程的规划 审议 协调 督导 以及政府采购 技师 工程 技术公司管理等事项 为提升公共工程整体成效 本会秉持心意除弊的理念 推动公共建设 透过各种良善机制 以及法规松绑措施 发挥公务员勇于认识的精神 与产业界建议合作伙伴关系 以提升公共工程执行品质及效率 为推动各项业务 本会预算均依相关规定 并配合政府当前施政重点 审设编列与执行 以下仅就105年度到9月底 预算执行情形 106年度施政重点 以及106年度预算编列情形 分享向主席及各位委员报告 105年度到9月底 预算执行情形 在税入的部分 本会目前在105年度 税入预算 我们是6,857万9千元 这个是预算 但是9月底我们累计实收数 是4,798万1千元 占累计分配数 89.54% 占全年度的预算是 69.96% 主要是采购争议申诉 调解的案件 比较减少 归位收入相对也减少所致 第二个是税出部分 我们今年度的预算数 3亿7,566万4千元 到9月底 我们累计的实户数是 2亿5,984万4千元 占累计分配数 88.81% 占全年度预算数 是69.17% 各项经费 我们都依照 施政计划及进度 何时之用 预计在年度中了 我们各项的计划 都能够如期达成 预定目标 在我们106年度的 施政重点 总共有五个重点 第一个是 协助我们工程产业全球化 争取海外商机 本会基于 技师法 及工程技术顾问公司 管理条例主管机关的立场 我们将协助工程产业 迈向国际 并依行政院核定的 工程产业全球化推动方案 畅通资讯流 金流 以及人流 组组团队 这个是台湾比较有优势的团队 包括目前是石化 发电 土浪 污染整治 以及ETC 捷运等 能够开拓我们海外的工程市场 第二个重点是 提升公共工程技术水准与效能 为提升我国公共工程技术水准 本会持续办理公共工程计划 与经费之审议 务实检讨经费编列手册 强化公共工程技术 资料库的功能 建构公共工程创新产品 公平公开交流平台 并运用建筑资讯建模的技术 提升设计与施工品质与进度 第三个重点是 精进政府采购制度 促进政府采购效能 为营造公开透明的优质采购环境 让我们政府采购法规的制度 能够符合各界期待 落实法规松绑与精进政府采购制度 本会修订政府采购法规 及相关采购契约换本 推动政府采购审查制度 鼓励采最有力标评选优良厂商 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采购程序 发挥政府采购新意储幣功能 并迅速客观公正处理政府采购争议 此外推动政府采购电子化 促进政府采购资讯公开透明 简化机关及厂商采购作为流程 并加强教育训练及先导 提升政府采购效益 第四个重点是 强化公共工程的督导管控 提升我们公共工程的执行率 我们加强列管公共工程建设计划的督导 推动精进重大工程 计划证照许可的行政作业 透过三级沟通平台 合理评估建设旗程 管控计划里程碑 及采取左洞式的访查 督导我们各机关积极推动 并提前办理相关 前置作业 证照的取得工作 协助排除困难 那列管工程 有一些是停工 终止或者是解除企业案件 我们协助加速复工 或重新发包 启动新兴工程建设计划列管机制 能够协助工程顺利来推动 这个最主要是 能够帮助我们扩大内需 在运用公共工程 不当原始付款厂商的通报机制 我们协助来解决 不当原始付款情形 持续清查列管 活化闲置公共设施 督导机关 积极办理活化作业 第五个重点是 确保公共工程的施工品质 我们推动施工厂商 履约计分的制度 将厂商履约的构产 及成果等资料 能够汇整运用 引导厂商争取比较好的信誉 修正品管法规健全制度 加强施工查额 及材料品质管控 我们也持续来宣导 全民的督工机制 我们鼓励民众通报 希望能够全民来提升我们的 评管绩效 在106年度的预算编列情形 第一个部分是税入的部分 本会106年度税入编列 6,817万7千元 较105年度预算数 减少40万2千元 也减少0.59% 主要是简列委托办理政府 电子采购网 营运回馈等收入 仅就各来源分别 再说明 第一个就是罚款及赔偿收入 44万元 第二个是归汇收入 5,847万4千元 这个最主要是处理采购争议申诉及调解案件的收入 等等 那第三部分是财产收入 我们是出售 这个汇救物资的收入 另外其他收入 924万3千元 主要是办理政府 电子采购网 营运回馈金 还有相关出版品等收入 那第二个部分是税初的部分 本会106年度 税初编列3亿 7869万3千元 较105年度的预算数 增列了302万9千元 约增加0.81% 主要是增列了公共工程 管理资讯系统 设备升级 以及态患等相关的经费 仅就各业务计划及工作计划预算分数如下 第一个部分是 一般行政我们编列了 2亿7千 012万4千元 是支应我们本会的人事会 一般行政业务会 等基本的维持费用 较105年度 我们是减列了83万元 第二个部分 公共工程 计划及法规业务 编列了7千 560万7千元 主要是办理我们政府采购法规 及制度检讨修订 落实法规松绑 以精进政府采购制度 推动政府采购电子化 及本会共同性的资讯业务 适时修订各类范本 加强教育训练及宣导 发挥心意除弊功能 这个在卷权技师 工程技术顾问公司 管理法制作业 我们来提升工程相关的 产业国际竞争力 办理中央采购集合业务 提升基额品质 办理政府采购争议处理业务 提升政府采购整体效能 这个较105年度 我们减列了21万7千元 第三部分是公共工程 技术业务 编列了1569万2千元 主要是持续办理公共工程 计划与经费审议 推广永续公共工程 节能减碳理念 强化公共工程技术 资料库 并导入应用建筑资讯建模等技术 办理公共工程 技术鉴定业务 协助司法检调 等厘清事实真相 解决工程真理 这个较105年度 增列了44万5千元 第四部分是公共工程 管理业务 编列1527万元 主要是办理列管 公共建设计划的督导 列管停工终止后 解除契约案件 建构公共工程 全生命周期的品质管理机制 健全品管法规制度 办理全国公共工程施工查核 办理优良公共工程金石奖 以全民督工表演的活动 建制以及维护公共工程 管理资讯系统 这个较105年度 我们是增列了 公共工程管理资讯系统 设备升级及态换等金费 373万1千元 第五项是第一倍金 编列200万元 这个较105年度 减列了10万元 我们本会将积极协助 各机关推动公共工程 新利除弊 提升全国的公共工程品质 所编列的106年度预算 需以横走施政计划的轻重缓击 核实编列 今为提升我国整体公共工程 环境之所需 为此本会106年度 各项业务得以顺利推展 敬请主席及各位委员 能够给予支持并会与指教 谢谢 现在要进行巡打 先宣告以下四项 本会委员8加2分钟 其他委员会委员6分钟 暂定10点30分 休息10分钟 委员发言登据 于10点截止 各委员如有提案 请于10点前提出 以便议事人员会诊 中午原则上不休息 现在请登记发言第一位 政委员保清发言 我请主委 请务主委 政委员好 主委好 辛苦 这个公务统委员会员 看起来这个 这几年实在讲 我们看到是绩效不着 主委很同意吗 因为我是 也刚来大概五个月 五个月哦 好来 慢慢来讨论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知道现在 我们的很多温质款 很多这个 钱坑花掉很多钱 包含了这个 我们这个省政府的 研究研究研究 花了两百五十九亿 对不对 杏达港 花了七十点九亿 这个都是 全世界找不到的 那我现在讲这个 花这个钱啊 这个 两百五十三亿啊 大概不是只有 政府的公堂 还有我们很重大的 土地资源的浪费 是不是 这个要怎么改善 是 现在我们 在全国我们经过清查版点 相关的公共设施 闲置或者是地度使用的 我们希望说 透过我们的机制 我们现在有几个方向 我们希望能协助他们来活化 或者说充分的使用 那这个温质款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本来是讲说 要创造一万四个工作机会了 看起来人十分之一都不到 就说我们政府每次发了很大的计划 讲到整米了 讲到讲得很大 眼里的巨人 行动的侏儒 讲到一本去 做不到一档枝啦 就说我们讲的都很大 就浪费国家公堂 不停的浪费掉 浪费公堂的政府 怎么有办法照顾子孙 那我现在请问 请问那个 那个主委一下 就是除了这个109件以外 还有没有新的文字馆 有没有 这个未来还是会 会有一些案件会出来 因为它这个是 所以表示不是只有109个文字馆 对它是地网这样累积的 不过我们现在 大概你估计还有多少 还没有呈现在 在书面上 我们一年透过各界后的自己去清查 那大概都是平均大概30件左右 新增 但是我们每年也会 我们也会把我们这个 把闲置空间能够鼓励它活化的 也是能够消除 主委啊 现在就是说你一估啦 现在就知道109件嘛 还有还有几件 大概 109件之外 现在看到109件之外呢 对109件像我们 在目前 现在还没有正式纳入列馆的 还有将近40件左右 40件 所以加起来就是大概250件 150件左右 对不对 150件左右 这个都在浪费国家的钱啦 我讲说 以前 以前人家都在讲 说我们公共人员用的每块钱 切开来都是人民的血跟汗 那人民的血汗钱 不应该这样浪费掉 而且是这么大的资产 我们看到很多啊 这个弱势团体找不到办公的场所 找不到活动的地方 那么政府应该是不是把这些场所 快用最快的速度把它清查出来 然后交给他们来使用 是 我跟政委员报告 现在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防止新生 所以这部分未来一定金额以上的 重大工程 它除了兴建计划 它应该有使用管理计划 如果你是要有商业功能 你要有资产性财务分析 主委再承问一下 就是说要做充分掌控 我想都是管理的问题 对不对 管理对了 其他都对了 对不对 目标清楚 管理方法对 就可以完成 但是常常就是我们政府 讲了一大堆计划 庞大无比 结果做下来 我们笑死人 每次看到都看到尖康 不然看到扑康 那个尖康 那些扑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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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扑康很大康 那些扑康很大康 不要去处理 好不好 主委要注意 来 第二件事情 我请教你一下 这个南回公路 脆弱像豆腐渣一样 一阵就看 主委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你知道原因吗 这个一般的这个山坡地 或者旁边的道路 如果你没有做好事前的评估 或者是事后的防范 当然像我们台湾这种台风 主委 我跟你说最大的一定不是在这里 他现在讲说50年会消失 我看更快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公路是盖在 大陆板块跟菲律宾板块的上面 上面不停地挤压 所以那个平面的土地的面积 就不停地消失嘛 诶 主委你知道这个 我都不知道 诶 你做主委不可以不知道 所以现在讲说50年之后会消失 我看就更快 诶 主委有没有因应知道 我是这个板块当然我知道 但是我们是会比较重点放在 是不是旁边附近有重大的断层 大概是这个 这个是比较 对啊 现在大概很快它就会消失不见 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 我跟你说 那个花蓮那个地方 在我们东岸那个地方 它不停地 因为板块的挤压 所以它上面的面积越来越小 那个去那里做出来的人都知道 我们家一家庭团 我们村有个问题 9分地村7.5分地 就是不停地挤压 就是那个板块挤压 所以上面的地就越来越少 就是我们这条道路 盖在两个板块上面 一挤压 上面就没起来 而且最主要说 那个台风又多 蚝蚁又多 再加上土石流又多 诶 你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这个跟正伟报告 其实我们发动海岸线非常漂亮 不是 我现在你轻轻要处理这条路 我知道漂亮大家都知道 对对 要怎么处理 不过刚刚正伟提到的这个所谓板块挤压它的效应 当然它是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但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我们要如何来预防也蛮重要的 对啊有什么阴令之道 对 你们会稍微有力去投广 我们现在包括南回9号道路这边 我们现在大概有做几个比较所谓隧道型的 但隧道是比较安定的 但是你刚刚讲的是比较全面性的 就是南回50年后会消失 那我是觉得说其实在这个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公路能够现在还是要持续的做观察 第二个已经产生危害的区域我们应该要积极的作为 所以刚刚有特别提到现在南回大概有一个比较全盘性的包括 结完取植或者用隧道来代替我们边坡道路的这些做法 好了 注意要赶快来处理啦 要替代道路 我现在另外两个问题我很喜欢请教你一下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这个公共工程 我们的金额不停的追加 不停追加 注意你有没有控制到这一点 有没有知道不知道 有 我们现在已经到6173件 2万件里面就有6000多件 你看啊我们追加的比例从22%24%26%28% 不停的追加 主委有没有去控制 有 我们现在也是一样 我们一个是从法制面一个是从执行面 在法制面就是我们用鼓励巨额金额用有利标 因为这些就是你用最低标 他根本厂商不知道我们采购机关的需求 采购机关也不晓得厂商有没有履业能力 当然会吧 主委你讲这我赞成啦 但是我很担心 担心什么 本来最低标行之有年 现在突然改有利标 会不会造成公堂的浪费 跟政委员报告 这个不会 这个是不会 因为现在的有利标它非常偏低 好啦 不好意思 我想这就要控制 不是只有这样 我们公期永远没有办法如期达成 是 我们看到 欸 有差不多45%呢 44.16%的 这个工程啊 通通没有办法 这个如期完成 都要展延公期 欸 主委你知道这事情知道吗 我知道 你不可以讲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知道 啊怎么去处理 怎么处理 好 这个就双方都有责任啦 一个是采购机关 一个是厂商 不是啦 你这样说不通啦 欸 主委 我们人类最大的资源就是时间 如果政府没有掌控时间 你可以管理什么东西 我都不知道了 对 对不 对 所以我跟你说 时间可以换金钱呢 金钱不可以买时间 对不对 对 有没有赞成这种观念 我赞成啦 你能用时间去换钱回来 但是你再多钱 没有办法买时间回来 对不 所以这个你看 你看啊 我们一百万以上的工程的延展公期 从30% 38% 40% 到44% 而且增加速度越来越快 主委 这不必处理 对 所以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也鼓励他们在整个工程的全市民周期 源头要管理 然后 这个厂商的履业能力这一部分也要重视 所以所以 主委要注意 来 我想要跟你说 你看 我们差多少 差10%呢 跳过一千億啦 一千两百亿 主委 金额庞大到这种程度 我们的林院长只要做长照2.0 要三百亿都找不出来 你看这一差就差了一千两百亿啊 怕死人呢 主委 工程会这个要不要负集这个责任 对 这个 这个一大部分是厂商竞标的结果啦 对啦 我看来很严重的嘛 差距太大啦 好 最后我想要请你书面答复啦 就是我们跟外国的签订的协议 我们签订的时候 说到天比较大 好 跟纽西兰签订跟新加坡签订 所以这未来有非常大的商机 叫到现在几年了 零 零 零 你可以看到 我们跟纽西兰签订的协订 采购案是零 你们跟签订的时候 跟台湾厂商讲说 哇 商机多大多大 就是零 这都没在做呢 你们今年又变很多预算 变三千多万 不知道要做什么都不知道 主委 你也不知道 这个有 我们这个是变了一千大概 大概五百多万要做 墩点的计划 没有啊 你们都没在做啊 一百坑就账到现在 不是今天签 今天一百坑人贏 当然我们工程现在在推动 当然也不是只有在纽西兰 我知道 你跟他签订的时候 又讲说这个采购非常有利 是 这个我们会留意 这个我们会留意 好 现在请赵委员 正宇发言 谢谢主席 请吴主委 请吴主委 大委员 早 主委长 这个刚才我 在开会之前 我跟我们郑保卿政委员 谈论这个文字馆 他刚才讲得很清楚 有109笔 然后有 那个像新达港最贵 70.9亿 那 这坑钱坑了两百多亿 还有你刚才说的 还有其他 差不多相近五十件 还没有说还没有写出来吗 四十件 四十件 总共一百五十几件 那你刚才说要活化 我刚才在下面有听 你要如何活化 请你说明一下 跟我们那个赵委员说明 活化大概有几个部分 一个就是说在商业中心 就是在我们整个有所谓商业功能的 当然我们会引入跟地方相关县市 我们来引入一些所谓的 比较有强度的商业使用 这个当然要规划 但要有自长性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像 很大量的所谓的学校 国中小的闲适空间 这个因为我们少子化高龄化 但是这个在即使在都会区也是会产生 所以这部分我们希望能够 把这一些闲适的校舍释放出来 结合我们社区型的长照 那这个方向我觉得是可以推动 不是只有长照而已 是我知道 另外地方政府他一定了解地方 他知道哪个地方也有用 我从基层出来到现在 经过很多地方 以前我早期的时候 20年前 比如说我们讲个活动中心好了 你新建一个里的活动中心没有人要用 因为要付电费要付什么管理费要付了半天 也没有人去使用 但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任何一个大型的一个活动中心 很多人都抢的要用 为什么 现在的时代跟以前不一样 大家要运动啊打球啊办活动啊做社团啊 有没有 这些都会释放给人家 对不对 然后由地方政府来管理嘛是不是 那我觉得很奇怪 你在中心新村这个地方都已经费省了 你还花那么多钱在那个地方 当初你们评估都没有评估吗 地进其立屋进其后 你们公共共同委员会不了解吗 我觉得很奇怪喔 这个这么贵的东西喔 这么多钱的东西 你们就砸下去用喔 我想主委以后 任何一个新建的工程 尤其是大型的喔 当然大型要多做一点嘛 因为我们要推向国际化嘛 也不能说多做一些小型的 像我们活动中心 那所地方政府才去做的 我想那也不会有文子管的问题 还有反而还不够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桃园是发达这么快 人口数增加是最快的嘛 全国 那我们的空间是不服使用的 像我们市政府也不服使用啊 那可是别的地方是不一样啊 可能它会比较少嘛 对不对是不是 没有闲置的东西会比较多 所以说这个如何分配如何拿捏 我想主委你要特别注意一下好不好 另外一个工程延宕的问题 我们第三函下现在不在做吗 还有我们的引道嘛 也对不对 是 那做了半天 我们2015 11月20号开工到现在 引到一年喔 大概一个月才完成1%啦 现在才12%啦 主委你先说明一下好不好 工程延宕到现在那么严重 现在目前只有完成12% 对 他这个我跟交通部那边也了解这个问题 这个发行号工程事实上 他现在他原先的计划 跟目前他要推动旁边有一些界面 包括土地这一部分 其实他还有一些需要做处理 那这个工程进度很慢 我也曾经也要求我们的交通部 一定要把未来的这个如何能够 做改工的计划提出来 你看现在工程延宕 对不对 延宕要干嘛 变更设计嘛 是不是 为什么 那变更设计完又变成什么 预算是不是增加啦 有没有道理 你变更设计一定会增加嘛 预算嘛是不是 对 那你 你的机场税你跟他说 我40块一个 等于只有一个咖啡的钱 有没有 会提升我们机场的建设 提高服务品质 讲了半天 哎 这个连养乐多的钱 人家都不愿意付啊 你40块一个咖啡的钱 你都做成这个样子 那养乐多的钱 人家都不愿意付 还付到咖啡的钱 是不是 那我们到机场不是淹水就是漏水 对不对 那你第三 旁下对我们的政府 对我们的国家 提升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 你2020年要完成 你现在已经多久了 2016 2017 你这样进度速度这么慢 我觉得赶快加速赶功 那个不能落差这么大 是 好 好 这个习近赵委员 我们会协同交通部这边 来 你看哦 这刚才我们其他委员有讲 这个增加的比例啊 就是 那个变更设计啦 大概10%以上 几乎啦 那你增加预算 下页 那个预算也是增加10%以上 我请问主委啊 那么多工程 当初在设计的时候 都是专业人在设计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为什么会 要变更设计 追加预算 请你说明一下 是 变更设计 有一部分是规划设计不周延 有一部分是遇到不可抗力的 譬如讲的时候下面可能有一些 好你讲对了 不周延 那 以后啊 这个建筑师啊 这规划公司就不要了 好 这个 我们可以去预防的 是 你刚才讲不可抗力啊 有没有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你全部都是一样吗 对 不管是大的小的耶 每一个都几乎在变更耶 变更设计呢 那你今天说最有力标 可以预防一些 有没有瑕疵的 比较劣值的厂商来 有没有 可以提升我们的工程品质进度 但是你全部都变更设计 你大的小的 连100万以下也在变更设计 是不是 那就对吗 那是对的事情吗 那你全部都变更设计 那我们要 当初设计 有什么意义 是 请你说明一下 我觉得 这个真的是最大问题 是 我非常同意 这个变更设计 太平反太多 这是不好的 那我们希望 未来再规划设计 这一部分 当然要加强 但是这个 厂商的履业过程 也要应该把关 主委我跟你讲 我刚才讲不可抗拒 一直讲得很清楚 是 今天真的是不可抗拒 你变更我没有意见 你不是你 这有的很像是契约 他当初就有诡异的 你知不知道 你公共工程委员会 你们都是专家 都是权威 是不是 你要看 一看就看得出来 那些公共 他们那些人 自身也是专业 你懂吗 也是专家 他们认为他们变更有理啊 你懂意思吗 是 提 那个什么 那个金额提高啊 有理 我今天讲了你 我六折标啦 还要我跟你好一点 我到时候变更设计 我再追加 我回去还不是一样 你的预算诉求 我全部花完了啊 我没有违法 没有违法 现在都是走这样的 你知不知道 是 从中央到地方 地方到中央 很多都是这样 你让人家很习惯说 厂商没关系 我先标到 不管你是 不管你是用最低标的 或是最有力标的 我刚才讲 主委你特别要注意 你要杜绝这些 要帮我们政府 纳税人的钱 看好 就是第一个 不能随便变更设计 你真的有不可抗拒 天灾人祸 或是当初没有看到 没有设计到的 他是真的是 连你们都看得出来 他是乱 变更设计的 突然临时的 我看过很多 明明当初就可以想到的东西 他做了一半 他会说 我要看到什么的 我要变更设计 我要追加预算 主委 这种状况怎么办 这个未来我们也一样 我们会 讲到最后 还剩没几分钟 最后我们桃园机场 捷运 机场捷运到底什么时候 六项那么重大的缺失 你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我跟赵文报告 我去看了这个捷运机场 他几个主要的部分 要多用心的这个地方 包括像在台北的这个车站这一部分 包括他的所谓物流运输 包括他的车厢都还不错 但是现在就是那个稳定度 稳定度 提升到99%以上 那现在大概就是在96、98之间在旁 97点多了 对 那 一定要达到99% 还有安全特别重要 我想每次我们开会都讲 这个公共认为 拜托你们 也请主委 还有各位同仁多认证一下 多花点心思 把这个机场捷运 要把他顾好 安全要给他看好 你通车完 绝对没有问题 你不要电视报了半天 讲了半天 诶 结果你到时候通车的时候 问题一大堆 我想这个 使用率一定很高 是 这个分流对我们 这个分流非常重要 高速公路分流 我想每次在扩宽高速公路啊 我们中山那个 国道一号 从那么两线变四线 四线变六线了 还是一样啊 那舞阳也做啦 是不是 什么都做啦 十八标也做啦 还是塞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捷运啊 机场捷运是非常重要的 我请主委 特别帮我们把关一下 尤其你的工作 特别要重要 那很多哦 我讲一个例子 最近我们那个 很多部份 像我们的警察局 买机车啦 邮局买机车啦 这个哦 他们用那个最低标啦 我刚才讲啊 你两亿以上重大的金额 重大的金额 重要的设施 有没有 像这个机车 这个东西 第一个警察要追犯人嘛 追小偷 追什么 犯罪者 他的机车啊 我看很多那个警用的啊 他追都追不到人啊 他每次跟我抱怨 那个车子非常难骑 那今天我讲跟你讲 这个就刚才前面那一张啊 那个是我们邮局的啊 那个邮差啊 一天到晚要送货啊 你看 他的问题一大堆啊 这个就是最低标 这个厂商啊 还没什么听过的 一台七八万的摩托车 他四万块就买了 差不多快到一半啊 一半多一点的价格 买这个让油污人员 以前油污人员的车子 是最耐用的 你有没有看过 那一开了十几年喔 那个 那个老山羊 YAMAHA的 可以开很 骑很久 那现在这个摩托车 要骑两个月就坏了 我想啊 不是便宜没好货而已啊 这个把关非常重 很重要 请主委多多加油 我刚才从大的 讲到小的 主委你要多用心 好 谢谢 好 谢谢张委员 我们接下来 请李坤哲委员发言 好 谢谢主委 我们请一下吴主委 请吴主委 好 谢谢主委 谢谢主委 大家好 大家刚才讨论到有关于文职管等闲置设施 那从105年的第二季统计 现在目前是109件 那其实109件这样一个统计数字 其实是比较保守的 因为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闲置设施 等等 其实有些它的使用率 利用率是非常的低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 请你说明一下 是 刚刚我们那个 李远远提到这个 的确是这样子 现在这个清查 当然有比较保守 因为它很多低度使用的 可能还没有列入 那未来它可能会继续的恶化 那我们会把它拿进来 低度的使用 那我们活化的标准是如何 是以有这些 闲置设施 有人进驻 或是有人使用 就算 已经活化成功了吗 目前是这样吗 我们有一定的比例 我们一定的比例 这个比例是相当多 我跟李远远简单报告一下 像我们的那个停车场 或者是校舍体育馆 社务设施 这个都有 那这个最主要像 一般的话 像停车场 我们的停车率 平均一小时 可能要 监控的时候要70% 然后一般的话40% 这算是活化 这个一定要强力的督促 而不是说有人进驻 或者是使用 就是活化 那这样一个标准 应该要提高 应该提高它的使用率 利用率 才达到一定活化的标准 是 那我们现在讨论到说 有关于 这样一个活化的途径 有很多 是 采用 这种复合式的文创 来做活化的一个用途 目前是有这个方向嘛 是 跟李远远报告 他现在可能太阳比较多 所以如果 在市中心 比较有商业功能的 那我们可能有 比较多元的使用方式 那要有多元的使用方式 主委没错 那我们现在就来建议说 像这些文子馆 闲置设施 我们必须有多元的使用的途径 例如像社会住宅 那我们台湾的社会住宅的比例 非常的低 像欧洲的话大概有14%是社会住宅 在日韩也有6%左右 但是我们台湾只有0.095%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标准 那对于社会的居住正义 青年的这个租屋的环境 其实伤害是非常大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其他国家 我们以维也纳跟荷兰的路特丹 来做一个借禁 我们看到维也纳 它本来有一个红砖的瓦斯草 那也是闲置废弃 但是他们把它改造为购物中心 跟集合式住宅 我们也看到路特丹 路特丹它的港区的倉库 也是改造成住宅 这都是多元的一个活化的一个标准 那我也去过纽约的红纽扣 在这个港区那边 那也是很多的旧倉库 它也是改为啊 这种住宅或者是大型的购物中心 这都是活化的一个多用途啊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社会住宅 不晓得主委你有什么意见跟想法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住宅 刚刚李远提到的这个比例偏低 第二个这个社会住宅 它其实会让人家贴上一点标签 其实这个都不好的 但是你以这种 对 闲置设施来处理的话 第一个政府不用再花钱大兴土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是避免标签 因为这些建筑在当地都是很有特色 然后也 藉由这样 来去除它的标签化 那这个部分 我希望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 能够去具体的援你 另外也有很多国家也把它 作为幼儿园 那我们要提起就是说 我们现在公立的幼儿园 每个月的费用大概是四千八百元 那私立的幼儿园 学费比较贵 从一万到三万都有 那非盈利幼儿园 大概是介于这两者之间 在公立幼儿园跟私立幼儿园之间 大概每个月大概八千块 那这样的一个把它作为 非盈利幼儿园 其实对政府 对很多的父母 帮助是非常的大 那我们现在的非盈利幼儿园 全国大概二十九个 那台北市最多 台北市大概有九个 高雄市是其次 高雄市大概有四个 那其他城市大概都是只有一个 那只有二十九个全国的这些 非盈利幼儿园 是不是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 针对全国的这些 闲置设施 除了社会住宅的规划之外 也能够把它定为 非盈利幼儿园的一些 相关的规划 请主委简单说明一下 我非常赞同我们李委员 刚刚的意见 尤其是现在在国内 有很多的闲置校舍 这个闲置校舍 其实它很多学校 都把它当成低度使用 其实它是可以 做整病释放出来 那这个闲置校舍 它一方面可以提供给 刚刚讲的那个托育 一方面又可以给 社区的老人做承照 对 像这种非盈利幼儿园 或者是长照 都能够减轻政府 以及父母 或者是子女的负担 你说长照 这样的一个用途 或者是相关的 非盈利幼儿园 也会减轻 年轻父母的一个负担 然后也节省政府的支出 因为非盈利幼儿园 政府也有相关的 经费的一些补助 你如果将这些闲置设施 都执行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 在过去督导相关的公共工程 从经费的一个规划 从施工的一个督导 到日后文职館 闲置设施的管理 其实是力有未带 很多工作都还有很大改善的一个空间 那主委你也是工程出身 你也知道我们一个全民督工系统 这样的一个监督的机制 那这种全民督工系统是大概2002年开始启动 那其实到目前应该有 五万四千两百三十二件的 五万四千两百三十二件 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举发 那在目前这个全民督工系统 它的系统还是有相当的一些 界面要整合的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看我们相关的 工程常见缺失的这个连结里面 有关于劳工身上设备 有关于劳安的公安的相关项目 是比较缺乏的 还有行人群里在施工工工程 这些施工的工地当中 对于行人群里的保障 这个相关的缺失 在相关的连结里面 也是比较少的 这个请主委简单说明一下 是 谢谢李委员 这两项这个没有 我们会马上改善 这个很重要 尤其是行人空间 还有公安相关的部分 那我希望针对全民督工系统 界面使用以及相关连结 的一些改善的方面 请主委在一个月内 将针对这些 来做一个改善的检讨 跟报告 那另外有关于 我们现在来讨论到 官网专区 官网专区我们 依照政府资讯的 相关的公开法 它主要是要让人民 享有及公平利用政府的资讯 来保障人民一个资的权利 那我们要知道 发生重大公安事件的公共工程的厂商 我们要属于保障人民 资的权利 非常重要的一番 那工程会 作为公共工程的主管机关 不可以回避这样的议题 我在历次的交通委员会 针对公共工程委员会 针对这些不良厂商 无法保障劳工的基本安全 这些违法私职的厂商 一再的要求 要与严格的一个限制跟惩罚 那我现在提出政府采购法 第101条的15跟16款 将发生重大职业灾害的这些 违反劳动法规情节重大者 纳委不良厂商 那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 以及院板 有没有相对应的这些版本 有 我跟你们报告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采购法修订 有把这个精神纳入 包括具体的条文 这个要保障我们 在公共工程 作为政府的重要工程 应该是作为保障劳工 安全的一个重要典范 但是我们公共工程 发生的质灾非常的多 不要以为这是职安署的事情 这是公共工程委员会 的督导我们在处理政府采购的时候 一个重要的方向 这些 无法保障劳工安全的不良厂商 必须列入黑名单 给予严格的限制 这是本期一个基本的要求 好 谢谢你们 那接下来请政委员运鹏发言 主席各位首长各位同仁大家好 那是不是可以请吴主委 请吴主委 诶 主委好 诚委好 辛苦了 那 跟您请教几个事情 那我看到今天我们那个主委我们的 预算编列的报告 第二页就是我们的税出部分施政重点 第一项就是协助工程产业全球化 争取海外商机 是 对不对 这是我们工程会很主要的工作 是 你有信心吗 这个有一定的难度 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这个还是要做 好 那我跟主委讨论一下 我们过去两年来的成绩 到底有没有 我们委员会里面的同仁 有没有办法协助你达到我们这样的目标 那这两年的预算编列里面 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其实也是在 也是在争取我们海外的机会 尤其是对顾问界 那但是过去两年比较 红的就是一带一路 那跟着一带一路 我们工程会真的有看到路吗 这个是我怀疑的 所以今年的预算的我们的报告里面 虽然没有提到一带一路 可是在往年的执行上面 可以看出来这个脉络 主委不晓得你看过这个新闻吗 今年1月11号的时候 我们工程会的长官 那用不具名的方式有对外去 对外说明了 1月11号 一带一路商机夯 工程会晶圆台厂海外蹲点 这你知道吗 这个我知道 但是详细行情当然是 好 详细行情我跟您报告一下 我们拿成绩来检验一下 来下一张 在捐助工程产业开拓全球市场里面 104年我们编列了1690几万 差不多1700万 那去年跟今年大概都是维持原状 1630 1635万7千元 大概是这样的规模 都没有增加 那如果过去没成绩 我不太相信以后会有成绩喔 那这些案子里面齁 所以我们其他主管可能准备一下齁 根据工程会给我们的资料 我们大概从104年到现在总共捐助的10案 对不对 这有没有错 对 那你们最常讲的就是有一案 总共好像28亿美金很厉害 这10案里面其实就是第一案 中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在阿曼 他所标到的 蒸汽石油裂解装置 美金28亿元 这是第一案 那后面的案子是什么咧 后面案子加起来这9案 有那种人民币100万的300万的 美金4万元的 也是台币120万在这边 还有4个我圈起来的 新台币1800万 173万 然后新台币3亿元 跟新台币150万元 所以我们工程会 整个来说 这些捐助工程产业拓展全球市场 这个28亿美金里面其实就是第一案 当然这28亿不是你们出的喔 这是他总共得标金额 那你们大概是捐助了100多万新台币左右喔 主委你们有发现什么问题 我们讲一带一路好像有8兆美金 240兆台币的规模 我们标到的他不一定跟这个一带路有关喔 但是我们这些捐助的项目 要么就很大就像其他都很小 其中还有呢 还有四案我圈起来这个红色的 用新台币计价的 那主委你知道新台币计价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在台湾签约啦 根本他不是到其他国家去嘛 不然他用美金计价用人民币计价 这个大概比较厉害啦 所以他有可能啦 你们可能有不同意见 这第一个他用新台币计价 如果是在台湾签的话就不能算了 第二個案子太小 你补助他也没什么意思嘛 美金4万元 在台湾的顾问标的比这个大 美金3万元 美金4.2万 这个在总体这十案里面拿出来 可以用笑呢 104年跟105年就是这个成绩 那我跟主委报告一下 我归纳一下有几个问题啦 就这个十案里面 签约军每次都号称28亿美金 看起来不错 其实都灌税 他有三大问题 第一个 有四案的签约军以新台币计价 我认为这都是国内合约 你拿去这里面凑数 第二个 台塑就占三案 他在越南河内的那个炼钢厂 炼钢厂里面就占两案 我怀疑工程会根本是拜托他们 说你来申请一下 让你百多万 来凑数冠业机的 台塑占三案耶 十案里面占三案 第三个 拿第一案 中顶的这个 阿曼的这个炼油厂 当起身炮 后面都没料 起身炮占28亿 后面9案加不起来 占不到2亿 后面都没有料 那这一案是起身炮的这个中顶 他的营业状况怎么样 中顶营业额大概一年650亿台币 海外业务原本就占了四成五成 四成多 四五成 就算政府不补助他们 他们海外业绩一样那么多 那你补助他们的金额 一点用都没有 中顶本来就是这个体质 所以主委来 这三个 主委 工程会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是不是这样 是 谢谢政委员 刚刚政委员提到这个 我也同意 事实上 这个 如果你要 辅导我们的国内厂商 到所谓的 南向 18个国家 事实上是要 比较全面性的去辅导 但是这个里面 我们会盘点出 台湾几个比较可能有竞争力的 项目 还有另外18个国家 它的发展 都不太一样 有的可能需要基础建设 有的需要石化 有的需要发电厂 等等 这个都不一样 所以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现在也非常清楚的 其实这1500多万 600万 它只是一个 补助他们在那边 有一个 大部分是顾问界 收集资料 等等 类似的这种据点而已 但是未来 我们希望说 我们政府能够做到 能够让这个18个国家 跟我们这边的 要南向的厂商 它有机会 主委你讲到重点 增加情谊 能够这样子 人流 军流 资讯流 如果未来的方向是这样 那就以后不要再拿 那个终顶28亿来骗人 因为这大概都是说 你去据点 人的费用 跟资讯的费用 坐飞机的费用 那个第一案是工程费 来 主委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南向 既然一带一路 找不到路 那我就配合新南向政策 那主委你有没有看过这一本 我上个礼拜才拿到的 新南向政策服务指南 例如 那本我有 但是我还没有全部把它翻完 好 我全部翻完了 里面没有公共工程委员会的窗口 是 它在里面 它在里面 有关于 海外投资贷款与输出融资 海外工程融资与保证 银行连带共同保证与连带平台 所有的 它下面都有政府相关单位 那在于融资跟保证这部分 它有中国输出银行的少科长 他连电话跟分机都有了 工程会请问一下 有任何一位长官 你们知道你自己被列在里面吗 新南向政策 经济部 他所编的 那 你都没去注意嘛 所以主委这是很大的疏失啦 有时候争取一下版面看一下 政府发出来的工程会有角色 这都没了 那这个主委 怎么办 上礼拜我们才收到的 这个主委您注意一下好不好 跟行政院这边整体沟通一下 我想 一旦一路自然找不到路了 新南向 就要找到方向 我相信工程会的预算不多 但是有很多 台湾的顾问界其实是很有活力的啦 要帮助 錢少没关系 但是 要找到店 不要用店 灌水没有用 好 下一个 下一个跟 那个主委在上礼拜的时候 有开了以您政委的身份 有召集台电要去救那个 电缆地下化的召集会议 您记得吗 郑文灿市长被 被那个执行的时候 他说过去五都的地下化 都是台电全额负担 那后来 现在第六都就桃园 改为地方负担一半 好 那希望说争取到更有利的方案 主委是这样吗 主委是这样吗 五都都是全数台电处理 六都就是 桃园就是改离拜 以前那个台电它是全额 那后来因为可能负担太重 他说要对半负担 好 OK 那这是房灾的观念 然后我们下一张 我们把六都的染线 那个电缆地下化的比例看一下 台北市94.6 新北市67 下来桃园最惨40.8 升格最晚以前没预算 大概是这个状况 这个也没有错吧 没有错 好 那我们下一张 那桃园的状况 去年苏迪勒的时候 桃园有6万户停电 60万户 今年梅基台风有30万户停电 所以因为30万户停电 后来还隔天放假 大概是郑文蔡市长觉得 说大家没办法生活嘛 所以就放假 所以电缆地下化的都会区 进度若缓慢化 其实影响非常重大 这个主委您知道 那桃园市就是六都之末 那为什么是六都之末 因为他是台北市跟四都升格之后的第六都 很可怜啦 所以我希望主委您也长期在高雄市服务 以前我们在高雄市 我当您的部署的时候 常在讲说中央都是台北观点 高雄很可怜 直辖市有其名无其实 这个主委您应该深刻体认 所以我的结论是希望是这样 主委可不可以由您的政务委员的身份 跟台电或其他的政务您处理到的 不要都是台北观点 后来变成五都观点 过去的时代叫台北观点 台北市以外都不是人 现在变五都观点 第六都好像就是次等公民 这个发生在交通部也发生在工程会 是我非常非常赞同我们政委的意见 即使每一都都很重要 每一个县市都很重要 尤其是这个那个电信感地下化 比例比较低的县市要优先 另外现在气候变迁要变成一个韧性的城市 这个也非常重要 反而非五都的其实需要台电跟政委您多处理 好不好好 谢谢 现在请林委员进宪发言 好 谢谢主席 本时邀请吴主委 请吴主委 林委员好 主委好 主委 你就那以来 我看到你 有积极认识啊 好 想要做一些改变 我在上一次你第一次到本委员来的咨询 我曾经给你提过 在前政府时代啊 520之前 你前年的工程会主委 他到我们家的委员会来报告 他都自称是末代主委 当时组织调整啊 工程会是要裁掉的 那为什么要裁掉 就是因为功能不脏 大家认为 没有必要成立这样的一个专责单位 也造成 当时工程会的 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同仁工作 事迹都很低落 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 会被发配到什么地方去 那当新政府发布 吴主委您就任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工程会会持续的 来存在 但存在总要证明它的价值 我想主委你正在做的就是要证明 我们有必要啊 有工程会这样的一个专责单位 它确实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其中呢 我看到主委有提出几个修法的方向 像我们采购法 大概有几项都应该要有新观念的修正 我们之前讨论很多的 那台湾的公共工程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劳务啦 相关的采购 到底是要用最有力标 或者是最低价标 一直都有争议啦 那其实这两个方向啊 原本就是应该要以各单位 就不同的采购 其实是个案去决定的 那不过台湾的公共工程的采购啊 有一个我觉得极端啊 怎么样的极端呢 采用最便宜的最低价的 占了98% 那采用最有力标 那只占1.5% 一点几啊不到2% 那这个确实啊 有相对性的极端化 主委认为是什么现象 我认为是一般公务员 他可能要保护自己 趋吉避凶 所以他就用最低标 因为最低标他选到厂商以后 下面的施工理业的人员不是他 很多争议弊端会留在后面 我想主委大概也讲到一个重点 那确实最近的几个媒体报导 我记得有一本周刊 还以此为专题 甚至还有一本书啊 可能是我们新晋的公务人员写的 竟然也成为畅销书 叫《公门蔡鸟飞》 好像是这样啊 他就写说一个年轻人 他好不容易考虑当公务人员 他原本怀抱着相当的热情 结果他到公交单位上班以后啊 他发现啊 哇 这是一个啊 非常保守 无形的束缚 捆住啦 动弹不得 因为大家都怕事 那确实啦 公务人员要依法行政 我们不能有违法 比如说独立等等 或者公务人员不能有 做一些不公平的竞争 没有错 可是太过分啦 就会形成过度保守 就像主委刚提的 其实我们的采购法 对于公务采购 有没有原则性 或例外 还是都可以 对 我们的采购法 他是 原来他也是可以善用 我们的采购机制 他并没有特别的例外 但是 他里面有一个有力标 要牵到上级核准 其实这个就是有一点在制造关卡 但是他有一个一直性 一直性跟同质性 对 也就是说 如果啦 大家的东西 都有同质性 那你就一定要用最便宜的 对 可是同质性啊 又很难定义 什么叫同质性 我记得 这本周刊早日报导过 公务机车的采购 我觉得也非常经典 台北市警察局 买了四百多部的摩托车 结果呢 是由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啊 给标到了 因为他的价格啊 太便宜了 四万五千块 只有市价的一半 还包含送你行车记录器 结果 直勤的远警 骑了公务警车啊 经常半路熄火 你怎么去维护治安 怎么去追小偷啦 所以这批机车啦 最后啊 全部召回维修 就是这家公司啊 第一家抢标 但是这家公司呢 并没有这样就停止喔 几乎 连续下来 台湾的公务机车都要标走 邮局也是啊 听说邮局啊 之前就买过他的机车 去年八月 买了几千万 我们邮局同仁骑出去啊 哇 惨啊 他不只是啊 经常半路坏掉啊 甚至啊 会影响到 骑士的安全啊 但没有办法 邮局后来再 再买 机车 又是他得标 虽然 因为他已经买过一次了喔 邮局也买过一次 那邮局的员工也反映 不要再买这种车啦 那没办法啦 你只要再开标 因为 最低价嘛 他这个价格啊 其他的机车厂商啊 没有人受得了 根本没有办法跟他竞争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那品质当然就没有办法维护嘛 那主委像这种状况的话 你怎么用采购法 有什么样新的调整 是 这个跟我们 您们报告一下 这个有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说 你用最低标 你的合约要非常严谨 如果你用有力标 你可以把价格的权重 放到最大 就是说你还兼顾了功能品质 跟未来很多售后服务的条款 那这个有必要修法吗 这个没有必要修法 那你要怎么样让采购单位 是 能够采用你讲的这个方式 是 这个我们现在在一些非工程单位 对采购比较不清楚的单位 我们都可以专案协助 那你要如何去突破公务人员 这种怕事的心态 是 现在我们在整个鼓励我们公务员这边 我们希望在机关的采购支出 源头管理 你就要成立所谓的采购的相关策略方式 要合一 不是一个承办人员在决定 未来是要最低标还是有力标 也就是责任共同承担 是 这样减少啦 个别公务人员 他怕事的心态 对 这也是个办法 是 什么是要推动 我们现在已经推动了 已经推动了 推动 我们现在在做全国的 但是是不是会讲话啦 就是说 最低价标当然有它的好处啦 对 你才不会啊 公务人员寻思无弊嘛 对对 同样的东西 你就 你就给特定厂商 给他 买的很贵 是 有便宜一样好用的 你为什么不买 也会有这种状况 对 过游不及都不好 过游不及都不行啦 所以你如果要突破公务人员 目前这个心态啊 为什么我们说心态保守 第一个啦 因为以极端的数字来讲 百分之九十八 都用最低价标 这个确实是不到正常 那你这样的持续推动以后啊 我们希望以后能够看到 真的有所改变啊 或者是以我刚刚讲的这个个案 如果这种机车 采购一次已经出了那么多问题 那为什么其他单位还能继续买 反过来说啦 为什么这家厂商还可以继续的投票 是 那未来 在您的做法上 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你要防止这样的情形状况啊 是 谢谢 我们希望 收入委屋 你刚讲的应该也要六路考虑 对对 这种这个出的事情那么大的一个厂商 他那个机关 采购机关没有提报 停检或任何建议 其实是也 所以如果 所以要来平衡最有力标 以及最低价标 所以目前我们是用改变做法 是 已经开始在推动 对 跟你们报告 我们就是 台湾它以前的巨额工程 複雜的工程 用最低标是不正常的 但是如果是比较简单的工程 单纯的工程 其实还可以用最低标 但是你要有很多的相关的一些 重点是简单复杂怎么去区分啊 否则你推下去啊 公務论员怕事啊 他也是不愿意负责啦 是 那你有没有具体的做法呢 对 现在就是我们也 也要劳反我们各相关的专业单位啦 因为他现在 各采购机关 我刚刚讲的 这个采购的 源头 跟未来的履业施工 是不同的人 那我是觉得说 应该是要一个所谓 以全生命周期的方式 来看待这个事 责任追到底就对了 对对对 应该要这样喔 所以那这个就不一样的做法了 以后谁签办喔 是 他决定 那关系到以后的验收啦 包括以后的使用状况 是 收服务都应该要同一个人负责 或者是同一个决策的机制来负责 对对对 如果是一个委员会小组 那就他们要负责到底 是 好 另外喔 我曾经跟主委 也提过了 我也在总局提过的 关于我们采购法 法律上有没有漏洞 不良厂商啦 我提供的案例就是 法商这家阿斯顿公司 这家公司它跟美国政府认罪协商 被美国政府重罚了240几亿 因为它承认它在亚洲几个国家 来行贿政府官员 包括台湾 那阿斯顿公司呢 在美国它认罪 但是这家公司在台湾 我们司法单位 竟然没有 还没有查到 所以它持续不断的 仍然在标我们的重大工程 不是我说它行贿喔 是它自己承认 所以就才给我往目前的漏洞 我们提报的不良厂商里面 我看一下并没有这一项 也就是说 当它像这种状况 它是自己承认它犯法 所以它向美国政府缴纳巨额的罚款 但是在台湾的司法 还没有到一个 清楚的一个判定 但是它行贿了我们的政府官员 那这样的厂商 是不是应该也要提报 不良厂商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办法 让它不能够再持续 在司法还没有立定之前 它应该啦 因为它情节算是非常重大明确 它自己承认的喔 不是我们说它涉嫌 它这种状况 它如果持续在台湾不断的 标重大工程 比如说它在标高雄的 至于标台电 未来还可能再标更多的工程工程的时候 是 那不是一个最大的笑话吗 是 那 是 你这个修法进行的怎么样 我们会把这个有距离市政的 会提醒我们国内 跟这个厂商有关的这些 采购案件 那让它清查 在这个厂商在台湾 有没有发生类似的情形 这应该说不是它以它名字来做承包的 包括它担任分包都不行 因为它在台湾它只做两个 做台电 做北捷 它都是跟中鼎合作 那有的是中鼎的笑包厂商 它并不是它挂免出面来投标 或者是合标 那分包应该也不行 我希望你这个事情要做得彻底 不要让台湾 台湾是个法治的国家 不要一个已经在我们台湾 行为我们的官员 他都自己承认了 他都被美国政府重罚了 我常说这个根本就是第二件的拉法业案 现在我们那个包括行为这个具体文字 在未来的采购法 现在我们现在并没有包含说行为的厂商 会列为不良厂商 行为的行为 在过去的采购法 形成一个重大漏洞 在提报为不良厂商的要件里面 竟然没有行为 我觉得这个部分 这个法律都应该要补起来 好 谢谢主委 谢谢主委 现在请陈委员歐破发言 陈委员发言完毕之后 小委員發言完畢,我們暫時休息十分鐘 謝謝主席 請邀請公共工程委員會吳主委 請吳主委 陳委員好 主委吳 520總統就實演說,先是新南向政策 那外界國人多有所質疑 認為可能是先事性的口號 但是我們看到政府從520之後 總統府設立了新南向辦公室 那也積極的聯絡各部會推動這個政策 在10月21號那天 林全院長特別邀請19個部會 擴大整合的會議 要求各部會務必全力配合 全力來推動這項的政策 那這個無疑是給我們新南向政策一個很好的一個工作方向 那我想公共工程委員會的主要目標應該是在這樣的政策原則之下呢應該是第一個就是要增強工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第二個應該是要積極來整合各部會的基礎這些建設的工程 讓整個成效能夠呈現出來 否則的話 零零散散呢 這個在產業工程這方面呢是沒有辦法看到具體成效 所以你這個整合的工作呢 就很重要了這個很重要 所以這個工程會呢應該盡速 按照院長的指示 在下一個月呢提出這個相關的工作計畫 相關的工作計畫 而且呢要把明年度的需求的工作計畫呈現出來 那我想主委是從這個高雄市政府出來 這個基層這個地方政府大概都大家都很清楚了 從我們的預算面跟工作計畫面呢就可以知道 大概政府要做哪些事情 那所以我對你的要求是說 在你的部會這個會議之後呢 是不是11月份目前你提出的這些工作計畫 主要的內容是哪些 是 我們現在是這樣 我跟市民報告 我們現在在南向十八國家裡面 我們有盤點他們幾個不同太陽國家發展的需求 那我們這邊也盤點了 我們現在的國內有競爭力 有預言的廠商 要新南向的廠商 那這一部分我們當然我們現在有訂了 大概有一些所謂績效指標 每一年都有 那這個績效指標其實是一個參考 那我們希望說現在在新南向 當然都有一些政治風險 那我們希望在人流 金流跟資訊流這邊 我們能夠 當然有一部分一定要從頭開始審慎規劃 那剛剛陳美人特別提到 其實在這個新南向 是我們未來發展一個重點沒有錯 但是我們現在有部分的廠商 其實他已經先起跑了 那他有一些成功的經驗 或者失敗的經驗 我們都把它納入參考 我們大概都有一些績效指標 這個我是一直要提醒你 除了整合之外 其實公共工程也有一個 就是一個 我敢說督導啦 就是說一個管考的一個作用 是 把這些各部會要推動的基礎工程 各部會因盡義務 提升競爭力的部分 我們把它提升 否則的話新南向的話 可能就是到最後單打獨鬥的結果 把它整合起來 那個不是我們要的一個方向 所以我在這個相關的那個總質詢裡面 跟其他這個委員會裡面 我都特別提到 新南向這個新呢 其實我們認為是開放 開放再開放 因為要有這樣的積極的思考 我們才有辦法跟國際的競爭 我們現在新南向不是台灣跟台灣之間內部的競爭 而是要跟整個世界其他國家 對東協十國南亞這六國 還有紐澳這兩個國家 18個國家的競爭 所以那個主委 我特別也提醒院長 注意未接性 也就是重要性 把新南向這些國家呢 過去我們沒有邦交 那我們國家的外交也好 各項的發展 其實都偏重一些邦交國或美日這些國家 所以我們必須要提升它的位接性 它的重要性把它看重 我們才有辦法 第二個我提到 互利性 我們就創造雙贏互利 怎麼互利 所以我想到一個方式 就是說這個 我們先當別人的貴人 別人才來當我們的貴客 所以我們要先讓利給別人 不要老是以台灣的觀點 來看待這個事情 我們應該看當地的需求 他們需求哪些公共基礎的建設 這個你要去了解 我最近 就是暑假期間 我去了柬埔寨 去了印尼 我發現到他們這些國家確實有很多需求 對台灣我們過去的經驗 包括人道的關懷 其實台灣如果能夠在那邊賺錢 發展新南向 我們這一點人道關懷一定要做到 才變成跟它是一個 這個 這個 夥伴的關係 特別呢 我提出 就是說 這個新南向其實要以 人為核心價值 台灣人的善良 台灣人的熱情 台灣人的勤勞 這個在全世界 很少找到這樣的一個國家 這麼好的一個國家 人民是這麼勤奮 所以我覺得 那個 這一點特質 是獲得他們很大的肯定 我們是不是在 未來來講 把這個特質能夠展現出來 那個 就是說 務必 這個 主委在整合的過程 希望我們先讓力給別人 就是開放 開放 再開放 不曉得主委認同嗎 對 我非常贊同 我們陳偉意見 第一個 我們用團隊合作的精神 來替代單打獨鬥 第二個就是用關心服務協助 來做出發點 以後才能夠爭取到合作的機會 那這個人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現在跟南向18國 這個跟他們的政府官員 或者是企業界相關的這一些代表 如何建立起永續的情誼 這個也非常重要 因為你人 能夠人脈人有能夠暢通 你才能夠資訊才能夠先掌握 好 因為限定時間 我幾個議題跟主委說明一下 來 再下來 這個我們也連工程會都有編列一些預算 這些我們過去都有建立 很好的一個 一個 一個 體系也好 我們就建立一些資料 其實 我們應該 就積極來協助 這些 我們台灣的一些廠商來 能夠在國際間 進行一些政府之間的採購的事物 但是我們看看 我們在 台紐經濟合作協定 這個102年簽訂了 台新經濟夥伴協定 是103年簽訂的 結果我們把資料查一下 我們雖然雙方有開放這個採購的市場 但是103年度到105年度 我國廠商在紐西蘭 政府採購是零 在新加坡是五件 這個 這樣的採購案件不高 顯現我們 我國廠商並會 因為簽訂雙邊的協定 而獲得具體的效益 國際政府採購事物 應配合 欣然向再調整 也就是我請主委重視這個問題 紐西蘭跟新加坡 我們現在已經有接任的合作 經濟合作的簽訂 這兩個國家我們必須呢 簽訂這個合約的簽訂 我們有些實質上的效益 否則是要簽訂合作的協定 但是沒有實質效益 這說不過去啦 說不過去 我希望主委重視這個問題 未來就看你 因為你剛上任 未來我看明年這個時候在檢討 你看他簽了幾件 我同樣拿這個圖表 來跟主委做一個檢討 另外一點 也是我提到的 就是這個採購法的問題 採購法101 101條 這個我們講了很多次了 那我們希望說這個法 盡快的修訂 你也已經提出了一些說明 但是我還是要講一下 這個法呢 外界是認為惡法 那這個惡法呢 這個演變成這個 現在呢我們的工程界的 應聲載道 很多人無關的被法 被關甚至被關 那嚴重的 匡限了這個公共工程的品質 進度跟產業的發展 那 常常我們提到的不符合比例原則 就是說一個員工 犯錯整個公司跟著連坐 這個停權 這個我們希望說這個 這個在101的這個矯網過程之下 我們應該訂定一個比較合理的一個比例原則 比如說情節重大把它規範好 否則的話 常常因為少數的員工呢 就把這個 整個公司呢 就停權掉了 那 如果被類似的廠商得標的話 好像變成列幣欺足良幣 造成惡性循環 這個部分我不希望再發現 那現在很多公司呢 因為被停權所以打行政訴訟 那行政訴訟其實又沒有辦法參與公共工程 所以這個部分怎麼補救 我不曉得 這個 因為 我手上就有好幾件這種狀況了 來跟我澄清 我想說 請那個 主委去注意一下 這個 這個目前 的狀況 這個公司怎麼樣協助他們 度過難關 度過難關 因為 畢竟這些 很多都是優質廠商 因為 我們的惡法 烈法 造成 他們 這個 在這方面的損失了 那 第二點呢 我想說這個 我們採購的案件 積合力 逐聯下降 主委知不知道 對 從101 105 103 104年 全國積合的建數 越來越少 比例也是越來越少 主委 這是你們怠惰還是怎麼樣 這個跟陳委員報告 當然有一些是倫利的問題 不過我們希望說 這邊的積合能夠跟他們的三級品管要結合 就是說他們自主性的品管是最重要的 好 那個 數據 數據會說話啦 希望主委 希望主委 針對這樣的情況 是不是會造成我們政府採購的一些弊端 因為你積合建數太少 越來越少 照理講是我們應該越來越完備 越來越不會發生 閉案 結果因為你 是因為你 建數 抽合的建數 集合建數越來越少 這不對啦 我們未來會把有限的倫利做重點管理 你是不是能夠把這個積合的建數然後發生問題的部分跟以前做個對照表給我 查的資料沒有這個這個這個資料 好可以 這問題查到集合的建數 多少有問題然後 反推回來現在目前 對集合對數多少有問題 這個表我看不到 是不是能提供費用 費用給我 是 好不好主委這個這個部分我覺得你要加強集合 好以上謝謝 謝謝陳委員 現在請蕭委員美琴發言 好謝謝主席請主委 請務主委 蕭委員好 主委好 最近台灣好幾次的颱風跟大豪雨 再成 諸多的這個災害 那其中東部地區所造成的土石流 跟因為 地基流失而許多連外道路的 破損 其實問題非常的嚴重 除了一些部落 整體的連外是 這個發生了整個阻隔沒有辦法進出的狀況 許多地方還 岌岌可危 許多民眾擔心 甚至一下雨晚上就睡不著覺 所以相關災後復健的工程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看到之前工程會有宣誓說 以隨報隨審的原則 來做審查 那就我的瞭解我剛看到這個 來自我們花蓮縣 地方政府所 承報的這個災後 需要去做復健的工程就有150多個案子 那麼雖然還沒有正式的 取得這個申報的資料 但是這是目前網路申報的狀況 總共615000多萬的這樣的一個額度 那有這麼多的案子 你們採隨報隨審的原則 這個到底抽案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那你們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做 這個復健 需求的審查呢 是是是 我們現在是由我們的技術處這邊在做審查 他這個我們有讓他隨報隨審 分批辦理 那這個我們 SENA如果勘查確定了馬上就 那這些案子是全部都已經收到了嗎 對這個收到了 這些申請案 已經全部正式收到了 那你現在一下子100多案 你要用什麼樣的時程來做規劃呢 對 我們現在的100多案當然有的是到現場勘查 有的是他比較簡單的是 所謂書面的審查 好那現場勘查是全部都由工程會來執行 還是 是跟其他部會來 合作 還是說就交給地方政府自行的 來做勘查 我們都有會同相關的單位 好那 你們能不能給我一個時程 這一百多案到底 什麼樣的時程內 你們會處理完畢 兩週內會做 兩個禮拜 第一階段的審議完畢 兩個禮拜內會把這個 好因為這個是非常迫切的 這個民眾出入的安全 以及便利 都是我們政府基本的責任 但是在這個復健工程在執行的過程當中 我想工程的品質非常的重要 那我看到工程會所提供的資料裡面 今年三月份 當然那時候主委還沒有上任 但是我們要做後續的追蹤 三月份所公佈的資料顯示 在過去這段期間的一些 公共工程當中 尤其是道路工程的修復 其中 歷經混凝土厚度 不足的 不合格的 案件呢 就包括花蓮縣的這個案件 那我們期待 在因為這次看到這麼大的這個掏空 陸基 這個掏空 路面 毀損的這個狀況 當然這個有受天災的規模 是大到難以抗拒的狀況 但是如果是經常性的維護跟管癢 以及工程品質本身有問題 我們應該確實的來做監督 那所以這個相關 既然過去有不合格的狀態 那我們現在有這麼多 而且是易回損 易受災的這些路面 道路的修復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機制 來確實保 保證 或者是監督 地方政府在發包的時候 他的工程品質能夠達到標準 是謝謝文蕭委員 這個兩個面向 一個是 本身道路工程品質 這個我們會加強集合 我們現在有一個全國性的 這個A7道路的一個機油消除 第二個就是說這個道路通常 它是因為潭荒下來的 上面的水爐保持 磁瓶濾化 這一部分恐怕這個我們像水保局 相關當然我們會 折成他們 這一部分也要 做好相關的方法 其實很多的工程 這個除了本身品質的問題 當然剛剛主委提到 因為 在這個高山區的周邊 那麼 所造成的 可能源頭上面的管理也非常的重要 當然政府在改造的過程 對於這個 環境資源的管理 雖然 在組織面向有一些停割 但是 我們還是希望 至少在現有的整個政府的組織的 形態當中 我們能夠確實做到 從源頭的管理 也就是 從山頭這個水 往下流 它這個包括野溪的整治 包括這個更大 規模的這個溪流的整治 不管是 它屬於中央或者是地方掌管的 因為經常會有 互推皮球的問題 所以這個有界線模糊的地方 該是我們 能夠 如果地方政府它的資源 人力 受到相關的限制的時候 中央應該主動提出協助 那麽在 這個災害復健的這些項目當中 我想這次除了 媒體報導比較多的花64線 非常重要之外 其實其他 毀損的嚴重性 像水連村 這個 整個 整個產業道路是 不但消失 甚至整個位移 100多公尺 這個 很顯然 這次的災害的嚴重性 而且規模非常的龐大 我們還是希望在東部地區 能夠加強 盡速的來做審核 而且也能夠盡快的完成相關的修復工程 只是 規模之大 這一百多件 你要全部都是 分批由地方的相公所來做處理 還是縣政府 還是 由中央可以協助 以來加快這個相關的 發包跟修復的速度 因為有時候 地方它的人力也是 有不足之處 那當然中央我們不可能工程會 自己在做這些案子 但是 應該要有可以加快的一些形式 或者是 我們在經費的合播上面 還有發包的程序上面 能夠如何來 讓民眾的痛苦感 能夠減少 好 是 謝謝你們校委員 這個我們在除了經費的合播之外 包括我們如何確保各風向工程的品質 像校舍的耐震工程也好 那是我們現在因為 要防災抗災 這些公路道路工程 這個我們都 會 全力來協助我們當地的縣市政府 那縣市政府他們本身有時候會提出需求 像 我知道的台東縣政府 這方面也蠻積極的 那我們希望 其他縣市政府如果有需要我們協助的 我們會意不容辭 會全力協助 好那主委我看到 前幾天工程會也公告了有關這個 電線桿地下化 那以防災需求 比較核心的地方為主來優先辦理 那麼這個也是 其實過去多年來 我們經常接到地方有 這個電線桿地下化的 訴求跟需要 但是因為經常碰到地方配合款 就是地方政府 他 跟台電相關的分攤跟配合款不足的問題 而沒有辦法來進行這個地下化的工程 所以你們提到的這個三年七十億的 電線桿地下化的工程 尤其是在這個 災損比較 發生率比較高的地方 我覺得你們不該以單一次的台風 或者是災害來做 這個指標 應該是長期 例如說過去十年 他發生的頻率或者是他 土石流的機會等等 各種的指標來做一個綜合的判斷 我跟蕭文員報告 我特別提醒他們在宜蘭、華東 還有屏東 這個第一波的售後面 這個一定要優先 第二個就是在我們這個西半部有一些可能風勢特別強的區域空曠的區域 這個也要留意 那這個我們只要是防災需要 就全額 就由台電全額來辦理 就沒有地方配合款的問題 如果你是純粹只是改善天氣線 純粹美觀的 各辦付檔 好了解 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對於過去因為地方配合款 地方的財政狀況比較不好的這些 鄉鎮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在這三年內 來 用最快的效率來辦理 這項工程 當然台電人員也非常的辛苦 尤其在第一時間需要做修復 那我們如果說 易容易發生災害的地區 將它地下化 也可以減輕未來在風災當中 危險出勤的狀況 對這個對台電公司也好啦 因為它每年這樣子修啦 換電感其實也不好 好所以這70億的預算會 都會編在台電公司裡面 台電公司 全部都由台電公司來承擔 好謝謝 那另外呢我們最後 有關 這個今天很多委員在關心南向政策 所以我 但是我想就整體的海外公共工程商機的 協助我們國內廠商來取得這些商機的資訊以及 順利的來取得國外公共工程的這些標案 那我們工程會到底可以扮演什麼樣更積極的角色 那我想了解就是過去我們到底媒合了幾個案例 我在工程會的資訊裡面 只看到幾個像英國法務部電子監控系統啦等等 或者是像孟加拉資訊產品大概有四項 那你們是僅止於過去已經媒合成功的 僅止於這四項還是還有其他的項目 有沒有相關的清單能夠提供 那除了我們只是提供海外商機的基本的資訊之外 我們還能夠怎麼樣來協助廠商 取得這些海外重大公共工程的商機標案呢 是 現在廠商我們第一個是建構一個 所謂他們能夠交流的一個平台或者橋樑 第二個就是我們希望他們在取得資訊的部分 我們能夠做一些協助 但是這個裡面包括他廠商的意願 或他們本身的強項 他們本身是最重要的 所以這一部分的話我們以前都是比較屬於單打獨鬥的 未來可能會比較屬於團隊 那你要如何整合這就需要一個全方位的戰略 例如說我們是 以重點國家 來這個target 還是我們以特定的產業 例如說我們 這個做捷運很厲害 那我們印度的高速公路捷運由我們來標 還是我們以資訊工程 這個領域 為主 所以我們到底是 整體的戰略是以 產業別 還是以國家別 來做規劃 我們總不能就放任廠商 自己單打獨鬥 自身自滅 是 謝謝蕭委員 我們國家跟產業 都有區分 因為他這個 十八個國家 他的發展階段不一樣 那 他的產業的需求 包括 營建工程的需求 也不一樣 有一些是比較低度開發的 那可能需要一些 基礎的一些排水 但是我們要同時 他的需求跟我們的能力 跟我們的 這個比較強的 這些產業別 來做媒合 是 現在我們廠商 過去那邊 比較辛苦的是 因為它是一個 陌生的環境 而且有一些是高風險的 我們如何 能夠讓廠商 減少風險 增加機會 包括能夠 讓對方的 這一些 相關的政府 人員 或者是 相關的 企業團體 能夠跟他們認識 我覺得這個蠻重要的 不過主委 還是講的是 很general 我要了解的是 我們具體的戰略 是以 這個哪一些國家別為主 哪一些產業別為主 的這個 海外商機的 拓展計劃 那希望我們那個 這個戰略能夠出來 讓我們的廠商 有所依循 而不是 亂槍打鳥的方式 只是 純粹提供資訊 讓大家 這個 自生自滅的方式 來進行 謝謝校委員 謝謝 好 我們先來休息十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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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們要去給班,這些出來才能撿 高方多数都有ерб 他也是选择的 因为那个是因为 这个是不能参加的 摇到一辆 没有参加的 应该他比一下 让他比一下 在我们参加的 对 在我们参加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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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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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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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委 我再请问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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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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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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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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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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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志愿者 都是你们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如果这个核心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如果这个核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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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当然 我们首先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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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至少要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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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